嗨,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PS基础课程 那这期课我们继续接着上几个讲的过滤器来进行讲解 那么这几个呢,我们主要是讲它的一个行间过滤器 那这个行间过滤器呢 其实它这个用途和我们这个Scene里面去设置一些 这个StartRow和StopRow效果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用法更灵活更简单 那我们具体的看一下 怎么去用呢,它里面提供了个构造函数 第一个参数,我们去传 比较无关系,对吧 你这个是要比较是大于等于还是小于 那第二个参数,你要去传 你用什么方式去比较 你是用这个字节数去比较 还是用这个Substream 还是用这个正折表达式去比较 你得告诉它一个比较方式 那其实用法呢,非常简单 对吧,我们来举个例子 好,那我们就这个例子来看呢 我们来 具体的来写一个 写一个行间过滤器 那我们接着 好,我们就接着这两个课去写一个 好,那么我们把这个可以用的这个靠下来 我们这个都可以靠下来 好,那么我们把这个可以用的这个靠下来 好,你用什么呢,roll 好,roll 我们是用什么方式比较 比较这个比较器比较什么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我们的BBT里面烤一串内容出来 New Substream 比较只穿一串 还有1的,我们都给它 放不出来 那么这个 规律器就写好了 怎么去用它,是吧 很简单 我们讲了好多遍了 是吧,set 好 好,我们再给它做一个查询 taple.get 好 我们把它再给输出 啊 我们把它再给输出 咯 我 我们简单的去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里面 只要插这个Rawke里面含有这个1的 我们都给它输出 那我们这边来验证一下 那我们来验证运行一下 1 2 3 2 1 ABC 3 1 8 8 9 1 是吧 那说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我们看我们Tlog你们有什么数据 那我们现在是找了1的 那那我们这时候呢 我们再去找一个 我们把这个过滤器这个方式给它换掉 我们不要用纸串 我们要直接去比较 我们可以用纸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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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再填数据 来,我们再运行一下 30是不是,就30出来了 那如果说我们这么去写呢 其实意义不是很大,对吧 我们更期望就是我能 我能够对我这个Rawkey进行一些比较 那很简单 比如说我去找比这个30大的Rawkey 怎么找呢 那很简单嘛 这把认识是指的 我给它大于 或等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来,我们再运行一下 看到没有 都出来了,是吧 都出来了 大于等,都出来了 那你在里面呢 我们仍然可以去做一些这个正在表达式方式 比方说我们可以用什么 我们把它给换掉 这个里面组绘方式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 非常多 对吧 是吧 是吧 那我们再来去运行一下 那这样的方式我们去查这个Rawkey 是不是很方便的 是很方便的 对吧 对吧 插入Rawkey 我们可以正在表达式去查 但是呢 我们这样就查是不是有个问题 那如果说你学完这个过滤系过后 你这么去用 就会有个问题 这是什么 这是全表扫描 对吧 因为你没有设置 开始行间和结束行间 所以说他就会 他就会从头开始到我去扫描 那么我们怎么去控制的范围呢 那其实很简单 是吧 我们设置他的开始行间 那比方说我们 他因为是三开头的对不对 那我们从三开头 到四结尾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看这样的方式 和我们这个结果是不是一致的 是不是一致的 看到没有 结果也是一致的 这个结果是一致 那说明我们这个过滤系里面 我们之前怎么用还是怎么用 只不过加入过滤系过后呢 对我们这个数据 有一定的过滤系里面 对我们的结果产生一定的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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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都出来了 是不是 那这时候我把这过滤系给打开呢 他是不是就会在我这个里面 在我这个结果里面 在服务端往客户端传数据之前 把我这个四不匹配这个正者表达式的这个数据被过滤掉 那说出的终端就是这个三 都是三开头的 是不是 好 那我们再来运行一次 看到没有 这就是过滤系的一些作用 它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快的 减少到数据 这更快不是说它会帮助我们去去找什么数据 它只是说 在服务端做了一层数据的过滤 减少网络的传输 是这个用意 当然这里面基于行间的方式很多种 很多种方式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多种方式 那么你熟悉的越多 你这个掌握的就越多 好 那么这个基于行间的过滤器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兴趣 可以把它里面组合方式 多用一用 多用一用 看看到底怎么样的方式是有用的 什么样的方式是没有用的 好 好 那这一节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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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